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啦 今天就和大家玩一隻都不是新的手機遊戲啦 但這隻手機遊戲其實都駕了一段時間 終於有一個新的大更新啦 如果你是星矢迷的話,一定會聽到這隻手機遊戲 就叫做星斗士星矢正義傳說啦 但它現在終於更新到這裡的冥王篇啦 如果你之前未入坑的話,我相信這是一個最佳入坑的好時機啦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廢話,看看遊戲究竟更新了什麼啦 那我們回到遊戲啦,首先也會看到我現在的阿典娜神殿啦 如果大家之前一直都有玩的話 都會知道之前的版本是更新到黃金十二弓的 如果你之前沒有玩過這款遊戲的話,就簡單給大家介紹一下啦 首先這款遊戲是一個超級放置皮的一款星斗士星矢的手機遊戲 就像我現在什麼都沒有做過的情況下 也會看到你的星斗士就會開始攻擊你的敵人 而且當我們打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次過你一件去收集他們獲得的經驗值和他們獲得的資源 就像現在這樣,哇!馬上看到掛機獎勵啦 所以大家玩這款遊戲的時候就會不斷收集到不同的星斗士 陣容方面其實就分前排和後排 前排最多放兩隻,後排最多放三隻 而且每一個不同的星斗士都有不同的屬性 而且這個表很簡單的說明了 不同的星斗士和不同的組合結合起來有不同的加成 以及星斗士之間的星盡也會有雙刻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這一點 除了星斗士一定要有之外,神也一定要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阿典娜和波塞東也在 也會開始見到,冥斗士也出現了 就是這個八陽座屎王 我們跟回遊戲的譯名,希歐 因為希歐好像是其他地方叫慣了 我們香港應該習慣了的譯名叫屎王 首先看看屎王有什麼技能 帶著星斗旋轉弓,跳漫天飛舞的水晶 向全體敵方造成一個傷害 而且造成傷害之餘會回賣生命值 當這招技到等級3的時候 一定會必定命中目標 而且釋放期間免疫群制打斷和各類的控制效果 簡單來說是一定會用到的一招技人 超強的招奧義 第二招技,水晶場 犧牲20%最大的生命值偉代 為全體隊友私家國的水晶護盾 護盾效果就等於他犧牲了多少生命值 水晶場就有多少的護盾 有點厲害 第三招守護者 你也會見到,守護者裡面寫著四個字 遊戲原創 遊戲原創代表他本身的漫畫和動畫是沒有這個 但因為配合遊戲本身 所以是額外加上的一些技能 第四招 八洋的傳承 都是遊戲原創的技能 你也會見到 當他每次受到等於自身一個最大生命值的時候 都會為兩名後排隊友強化一次性衣 所以很簡單也會見到 其實這個屎昂是站前排的 因為他受到一個很大的傷害的時候 就會幫他的後排隊友強化 所以他一定一定是要放前排的 大家真的不要把他放後排 還有他也會見到 八洋座的冥姨 因為他現在這個時候是一個冥鬥士 大家看到他這一刻 就想起他們三個其實真的 好慘 我覺得冥鬥士這一部分 真是... 好深奧的 除了冥鬥士之外 大家也看到 海鬥士那邊 其實都差不多齊了 黃金勝鬥士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黃金勝鬥士哪一個 我自己其實真的比較喜歡沙加多些 沙加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角色 長時間都看到他合上雙眼 那種感覺就是 我不打開眼睛 我都一定贏到 那種感覺 還有大家有看冥王篇的話 我相信你一定會更加喜歡沙加 那我終於安排我現在的最好的陣容 也有一些比較喜歡的聖鬥士 首先第一個就是屎昂 第二個就是童虎 因為童虎也是很特別的一個人 如果大家一開始看看 你就要一個很深藏不露的人 所以對他們就會很有興趣 我自己都很喜歡童虎的角色 然後還有剛才所說的 沙加、卡龍和卡洛 現在我們換了這個陣容 真是不得了 我相信衝過來這個主場的速度是超級快 但如果你想問我 怎樣才可以一開球 或者快點可以拿到屎昂的話 其實就要看你的運氣 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看到右上角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其中一個活動就叫做教皇的決絕 我們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秋月的界面 現在在說的鬥士 就是我這個冥鬥士屎昂 如果你不想抽中屎昂的話 還有一輝是給你抽的 可以隨時免費去更換抽一輝 所以大家只要不斷收集更多的黃金箭 就可以在這個活動中抽你的屎昂了 我也相信他現在出得屎昂的話 另外兩個修羅和卡洛 都應該之後會更新的時候 應該都會再推出的 加上本身是一個超級輕鬆的放置遊戲 但今次更新的冥王片 亦都準備了不同的活動 就讓大家去玩 就好像這個冥河白 我們都看到這個歷史最高 暫時是哪一個 OK 大家明明是Tick Lee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冥河 放在這裡 去幫不同的聖鬥士 去換取他們的Skin 就好像這個冥伊的修羅 原來是有的 原來只不過是時裝 不如看看這個劇活動是怎樣玩 原來也是一個簡單的收集類的小遊戲 我相信應該難不了大家 我都很輕鬆玩 已經拿到133個星之吊咀 嘩!馬上超越了Tick Lee 太簡單了 如果大家剛剛開始玩這個遊戲 記得每天都要登錄一次 去玩這個活動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難得有新角色 就看看他到底奧爾的動畫是怎樣 就不知道我的對手準備好了嗎? 來了!我最喜歡的五隻聖鬥士 開始了 可以自動戰鬥 有兩倍速 有四倍速 我的對手太弱了 我連開技的機會都沒有 就完了 我覺得我們要挑戰一些比較厲害的對手 我覺得是一個贏不到的高場 但我們試一試 我現在挑戰的對手叫做大膽逼飛魚座 我看到他的整體實力是高很多的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打得贏 看到當年的聖鬥士 如果下面的黃色紅包 充滿了的時候 就開你的奧爾 哇! OK! 大家看到沒有? 我連他對面一個的聖鬥士都贏不到 所以大家很多時候 盡力移位 我這次挑戰一個 我覺得奇古相當的 他也是很厲害的 但我覺得好像有得打的 哇! 大家看見奧爾 真是很有感覺 哇! 今波是有得打的 有機會贏的 開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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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差很遠 根本就是 看到 哇! 我開奧爾會輸 所以我也決定挑一些比較差的人 就算了 真的不要亂和被擋居 當大家完成了亞典娜神殿的時候 也可以開始轉變去第二個世界 先去世界地圖看一看 然後轉去打波塞東 打完波塞東 就開始跳今次冥王篇的主角 哈迪斯 如果大家作為聖鬥士星此的粉絲 絕對不可以錯過今次更新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大家記得現在看下面這個 簡介位的下載連結 立刻下載這款遊戲 又一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開始登錄玩這個遊戲 就有機會拿到 冥王哈迪斯的伏格 所以好像真的有40隻 所以真的有機會隨時抽中你 所以不要再說那麼多廢話 立刻下載這款遊戲 今次也拍到這麼多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記得下面留言 還有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各位 拜拜